为了满足广大太子权爱好者锻炼身体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对群众中流行的太子权进行了研究 先后于1956年、1958年、1976年 整理编制了简化太极拳、八十八式太极拳和四十八式太极拳 八十八式太极拳是根据羊式太极拳的套路 增幅了一些过渡动作 并加以武器和文字说明 并且给一些动作结构做了修改编长 这个套路具有动作延企、舒展、规范等特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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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